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 11月1日召開記者招待會 宣布第36屆公益金白曼行將於12月8日舉行 並向新聞界及教育界介紹今年活動的情況 該會會長何定一、理事長黃國勝、副理事長黃武貞 以及白曼行總指揮許建章君有出席 何定一致遲遲表示 公益金白曼行已成為澳門一年一度的慈善盛事 獲得澳門社會的熱力向益及支持 因為有全社會的支持 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的工作得已順利開始 白曼行這個慈善事業的品牌亦越加閃亮 隨後黃國勝及黃武貞分別匯報基金會 一年以來的工作開放 我們會以緊急救援為首要的工作 上個月20日在黑沙灣的廣埔廠花園發生火災 災情嚴重波及面狂 一共有16戶家庭受災 我們會透過澳日記者了解情況後迅速派出多位會動 前往黑沙灣東北區放匯慰問受災的人士 當場向廣埔廠花園的受災軍銀行 反放了緊急救援的款項 先後合共放了21萬4千元 給64個成年人和11位使徒 及時表達社會對他們的關心和慰問 第三十六屆公益金百萬行起步費 與上年一樣 並將於11月2日開始接收善款和接受報名 明天見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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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見